近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 在采访中 钟南山回答了病毒致病例与演化趋势 疫苗接种安全性与有效性 新冠后遗症 感染峰值 何时到来等热点话题 钟南山表示 奥密克戎进入中国后 特别是九月份以来 通过对广州 成都等大城市的相关数据的分析 发现目前重症率不到1% 病死率不到0.1% 从这一点说明 奥密克戎的致病例明显下降 对于无症状属不属于疾病 钟南山则认为 扑发性的 呼吸疾病的传染病 要是没有症状 不叫病 它的现在病变基本上是在上呼吸道 现在绝大绝大部分 当然所有的 你说流感也是上呼吸道 但是流感也有肺炎啊 那这个这是它的规律 也有个别的 但现在呢 绝大绝大多数就是上呼吸道 那么上呼吸道的话呢 所以你现在可以叫它新冠上呼吸道感染 关于病毒致病例与演化趋势 钟南山说 自己曾与病原学专家谈论 他们认为新冠病毒未来的进化趋势独立大概率会渐弱 现在呢 XBB在新加坡已经占主流了 这新的 它的传播系数更高 达到20 但是现在新加坡官方的消息已经出来了 这个随着它这个变异 它的传播性越强 结果发现它的致病率更弱了 它的死亡率只有普通季节流感的这个减 就只有它的62% 钟南山表示 当前预防重心要从预防感染转到预防重症 加强新冠疫苗接种是下一步关键 除了做过器官移植手术 患有严重风湿病 心力衰竭 肿瘤等疾病外 即使是患有基础疾病在稳定期的老年人 都可以接种疫苗 老人打了疫苗 它的这个保护作用有大大加强 比如说三针的这个灭活疫苗 最常用的 打了以后就是对重症有很好的预防 钟南山团队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特点 以及我国疫苗接种现状 并参考中国香港与日本等地的情况综合研判 广州感染峰值可能会在明年1月中上旬到2月中旬到来 而对于何时能恢复到疫情前生活状态 钟南山则表示 什么时候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水平 我的看法 明年上半年 这个三月份左右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我不敢做 但现在看这个趋势应该是这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